连续模具怎么样做才能达到完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品带模内公牙的 其实产品本身并不算太复杂 中间带料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料袋的话 从前往后依次折过来 其实产品本身并不是很复杂 关键就是在模具里面要进行公牙 也就是模类公牙 模类公牙设备有很多种 我们看一下 主要的公牙的原理其实也非常简单 主要就是通过撕杠从上往下运动 最终达到我们成型公牙这个效果 整个模具的下模部分 大概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流出公牙的空间 然后直接后面依次成型就可以了 整个公牙的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这个地方很多人觉得 它是不是很难 其实我们只需要搞设计的时候 把它空间流出来就可以 公牙设备有专门的人员 去做这个东西的 那么公牙的原理一起来看一下 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简易图它并不是特别的完整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是我们整个模具的一个上模部分 其实总体来看还是比较中规中矩 整个模具呢 也就大概是这个样子了 那么大家觉得这套模具设计怎么样呢 学习了解更多模具设计知识 请在评论区回复学习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